在今天中午天氣悶熱 戶外活動的朋友防曬跟補充水分很重要 不過到了下午的時候 局部的午後雷震雨開始變得明顯 因為太平洋高壓勢力開始在減弱了 那我們就來看看 這個禮拜的天氣狀況會如何變化 我把未來一週分成了三個階段 來告訴大家 在明天跟後天這兩天的時候 天氣形態來說是上午天期 下午有午後雷震雨 但在東半部地區 因為風向吹著偏東南風要轉南風 所以在花蓮到臺東 早晚會有一點點的地形的短暫雨 仍然是悶熱 仍然午後雷震雨偏多 要提醒大家下午外出活動 記得要攜帶雨具 接著週四到週五的時候 進入第二個階段 這個階段的高壓勢力完全的退縮 尤其包含了風場 開始吹著西南風 西南風之下午後雷震雨 會變得明顯 戶外活動可小心不要變雷急了 而且在西南風的吹拂之下 中南部因為地形的關係 加上這海陸風在晚上作用之下 早晚就會有一些些局部的短暫 陣雨出現 那太平洋高壓勢力 退縮時間約四天到五天左右 禮拜六開始高壓勢力要增強 午後陣雨的狀況 就剩下山區的部分 平地的部分 開始在這個週休又要減少 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 現在最新的雷達了 雷達上面呈現出來的 整個雲層的發展 最主要從山區的部分往平地的部分 正在發展 我們注意到到了現在 傍晚的時候 在台南嘉義跟雲林 還有高雄這邊山區 還有一些些零星的 我後雷震雨的雲層 正在發展當中 可是在中部以北的雲層發展 像北部這邊的雲層 正在逐漸的消散當中 晚上雨停了 天氣好了 可是風場來說 有一點點偏著要東南風上來 在花蓮到台東地區來說 在地形的符合作用之下 早晚的時候 這是因為風場的關係 從陸風吹出海面 海面上吹著東南風進來 就會有一些接近地形的雲層 開始逐漸的出現 所以早晚在花東 有點短暫雨 接著來看到衛星雲圖 雲圖上面 我們可以注意到 太平洋高壓勢力 已經有點略微的減弱 不過大家在今天新聞當中 有聽到這個高空的冷星低壓 冷星低壓 其實是一個位置在這個地方 其實他是一個在高空場三百百帕以上的一個系統 這個系統對著我們近地面來說影響小 可是這也就代表說近地面部分的高壓勢力 正在減弱 北方有沒有看到 封面帶的位置是在韓國 到這個長江流域 所以到前往這兩個地方 旅遊要特別注意 下雨狀況是沒雨季 明顯 接著來看到地面天氣圖了 地面圖可以看到高壓勢力 開始逐漸的要減弱 我們未來幾天的天氣 會變得不穩定 相對的五號真雨的狀況 那下的量來說就會變得比較多 那來看溫度了 先注意到溫度在晚上還算舒適 尤其下雨中部一百還算舒服 明天高溫三十六度 三十五度 三三度 午後正於北部 南部有中部跟東部變少 而在外島地區來說 倒是下午在金門跟澎湖 有點零星 小迪尼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重要就是白天外出活動 還是防曬工作不能少 下午外出活動 記得攜帶雨具